现在很多人都以为 这个机构在高位都已经出完货了 但出完货了 从本质上来讲 就是里头没主力了 那没主力了呢 理论上它应该怎么走呢 都没有主力完了 纯散户都套在里边了 散户套在里边就意味着什么 场外没钱了 场外散户有这么两个特征 一个是即便在场外 它是有钱的 一看你知道主力都跑了 他也知道 他也不进来了 没有买盘 那里边套着的呢 虽然套住了 都不愿意买 但是也没有买盘的增加 所以按照这种 很多个人投资的人认定 说机构已经跑完了 那这个时候 从他横度的条件 就不太具备了 但是现在 他又能横了两天是吧 说明啥呢 说明在这个位置 至少就说明有买盘吧 你比如今天就说 上证指数涨的不多吧 也涨了2% 他涨了2% 他肯定是 吃掉一些卖单 才能涨上去 2%以内的卖单 他就吃掉吧 得主动往上买 所以从市场走势角度上来看呢 又是有买单的 那有买单 那你说是主力的呢 还是散户的买单呢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基本上也可以在此印证 这个所谓主力在这走了 出完获得这种可能性 或者这种结论 在市场走势上来讲 是无法得到印证的 当然了 对于实战方面的技能 以及当下市场中 严选出来的核心方向标 我都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 怎么看文章的粉丝朋友 可以到咱们平时跟自己的 亲戚朋友 打语音聊天的地方 进行搜索 王牌乱骨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 就不会错过 下一只的涨停牛股 我们言归正传 所以现在市场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讲啊 走肯定是没走 但是呢 下跌了这个过程当中 会导致一部分个人投资者 害怕离场 所以这个时候 真正能够买的 其实还是主力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个人投资者 他有一个惯性的人士 那主力都已经买到了 他不应该往上拉吗 事实上是什么 就是这么大一个市场 真正的这种大类资本 和机构资本 它不是做股票的逻辑啊 我先吸货 吸完货就往上拉升 不是这样的 就真正的机构资本 你看跟政策调性 相结合来看 这个问题就精准了 为什么叫引入长期资本 长期资本 就是进来之后 它不怎么动了 是随着长期资本 陆续的入市 也就是增量的钱随着来 它推着价格 逐步的往上涨 不是说有人故意往上拉升 所以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 就习惯性的这种阴谋论 建仓西货拉升是吧 但是对于整个A股来讲 哪有什么拉升对吧 都是长期资本 逐步沉淀进来 逐步沉淀就是什么呢 先进来的拿着股票了 长期在这待着不动 剩下的股票就少了 你再进来 你就要怎么样 出高价买了 你再进来 出的价格更高了 它这样涨的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 你一定要明确 就是这么大的市场 没有谁给你拉升 只不过是受买入医院的强弱 会造成涨幅阶段性的大 或者是小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就很多个人投资者在这 即便是收阳 其实还是不乐观 不乐观的原因是啥呀 就刚刚 经历了一大段的 这种大幅度波动了 跌的时候 你一天跌个百分之七八 现在呢 小阳线百分之二 就感觉这个阳线是无力的 事实上就是 你刚适应了 过往这一段大幅度的波动 刚出现小幅度波动 你不适应 但是你一定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大的市场 它极端快速的波动 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常规的小幅度的波动 才是常态呀 所以现在就基本上 进入到了常态 就跟我们上一期 视频聊的一样 就市场接下来 还会回到这种常态当中 常态啊 方向向上的 你还是只有一个策略 就是等最终大的那个结果 而不是说 期间三两个点就做梯对吧 做梯也就不用牛市了对吧 一直两千点 你也能做梯赚钱 但是你还期望牛市 说明什么 不就说明 你做梯不能赚钱 所以希望行情 给你带来利润吗 你要从这个点证实自己 你做梯的手艺 不能给你带来 主要的这种盈利 还得靠行情 靠行情怎么靠 做的频率越高 尤其在大方向向上的背景下 做的概率就越高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